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篮子里 瀝干水分 苦瓜切开边 用勺子把苦瓜羊去掉 苦瓜里白色的羊尽量刮掉 再把去了羊的苦瓜的头吻去掉 然后把苦瓜切成片 锅中水烧开 把切好的苦瓜放入锅中 把苦瓜煮至断生 然后把苦瓜捞起 控水 把空了水的苦瓜放到一个大盘子里 锅中的水再次烧开 把植树叶放入锅中 植树叶烫软后捞起 控水 把大盘子里的苦瓜放到窗台 把盘子里的苦瓜摊散开 量晒干苦瓜表面的水分 把焯了水的紫树叶放在案板上 把紫树叶切碎 然后放盘子里 它散开 再把盘子里的紫树叶放窗台上 晒干表面的水分 紫树叶和苦瓜都晒好后 把晒晒好的苦瓜和紫树都放到一个大碗里 接着放入两小勺盐 两勺糖 再放入些辣椒粉 然后把它们拌匀 捉匀 捉匀 捉匀入味后 可以直接吃了 吃不完的可以放到瓶子里 再放冰箱保存 无任何添加一定要三天内吃完 苦瓜紫树用来送粥下饭 都不错 开胃解馋 今天做法简单又很解馋的 紫树苦瓜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